小说 丹武双绝 作者 飞翔蜗牛 第2681-2700章 丹武双绝 第2681章 道歉 刘掌柜是在担心罪魁祸首清宇郎跑脱之后 自己摊上事 还是真的担心王俊一的安全 那就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王俊一摆了摆手道放心 清宇郎已经把事情都招了 人是他杀的 与你们酒楼无关 听到王俊一的话 刘掌柜更加激动 有了王俊一这番话 他就摆脱嫌疑了 酒楼也彻底从这件倒霉的事情中摘了出来 多谢大人主持公道 多谢大人 刘掌柜一个劲地对着王俊一道谢 王俊一摆了摆手 你把证据拿过来 我交给联盟 刘掌柜连忙把带着血迹的床单 以及其他证物都来到了王俊一面前 酒楼出世之后 这些东西就被云城联盟的巡逻舞者看管了起来 拿到证据 王俊一和雀钱亲自把清宇郎和证据一起压到总部 整个夜晚 云城都是闹哄哄的 出世的酒楼不止一处 整个云城到处都是信号 到处都是你追我赶 想要从云城 在云城联盟地盘逃脱 这些舞者想多了 就算他们逃到城外 早就埋伏好的龙镜舞者 也是把他们一网打尽 这一个晚上 抓了二十个龙镜舞者 杀了三人 云城联盟也有几个龙镜舞者受伤 好在有丹药 并没有大事 这晚上发生的事情 也在很短的时间 传遍了整个云城 随之 各大势力在云城内安插的探子 把情报传递到整个天龙世界 短短一个晚上 很多舞者只知道云城内出了大事 似乎那五座城池的大势力们在谋划着什么 被云城联盟的舞者抓了个正正 一时间众说纷纭 但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情 只要少部分舞者知道 但并不妨碍舞者们到处打听 舞者们都知道 明天不但是云城联盟商议出分配完美龙镜丹药的方案 还会把这一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他们 第二天一大早 在云城中心 那个高台附近 早早的就站满了舞者 今天的舞者数量 比昨天更多 里里外外的 把整个高台围的水泄不通 还好云城联盟的舞者 早知道会发生这种事情 已经预留了一个通道 否则除了非 云城联盟的高层 想要上高台 都很困难 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 随着舞者们聚集在此处 也是以很快的速度传播开来 大家大致知道发生了什么 似乎是那舞座城池的顶尖大势力 在云城内 大肆杀着普通舞者 正在众人讨论着 连人带着几位副宗主 以及一百多位龙镜舞者 从远处走来 那些龙镜舞者 还压着一群舞者 这些舞者 大多是穿着漆黑的斗篷 被绳子捆着 看着连人阴沉的脸色 舞者们心中猜测 昨天可能发生了 让连人副盟主极其恼火的事情 这表情 就如同其他人 欠了他百万颗龙及完美丹药一般 上了高台 连人首先带着其他副盟主 给所有舞者深深鞠了个躬 对不起 昨天晚上 云城出了一件大事 我云城联盟对不起大家 丹舞双绝 第2682章 321人 上来连人就诚恳地道歉 把大家搞懵了 这是怎么回事 不是说是那舞座城池的顶尖势力 昨天晚上在云城闹事吗 怎么连人以及云城联盟的舞者道歉 连人脸色悲伤到就在昨天 一共有321人在云城遇害 在云城内被残忍地杀死 云城联盟自从建立起来 云城内从来没有发生过这么大的命案 这是我们云城联盟的疏忽 是我的疏忽 我对不起大家 321人在云城死了 众人大吃一惊 他们知道昨天可能死人了 但没有想到死了这么多 若是在其他城池 一晚上死这些人根本不稀奇 甚至死十倍的数量 也是稀疏平常 舞者之间争斗 难免有死伤 就算城池内禁止杀人 禁止伤人 也是一样 但是云城联盟不同 云城自从云城联盟成立以来 治安在短时间内 就是整个天龙世界最好的 很多舞者都喜欢待在云城 除了因为云城繁华以外 还因为它极度安全 谁要是敢闹事 云城联盟的舞者 绝对会狠下杀手 连龙镜舞者犯了事也不例外 一晚上杀了321人 谁这么大胆子 这是在公然挑衅云城联盟 是那五座城池的顶尖大势力吗 众人朝着背绑的龙镜舞者看去 他们大多数都低着头 有的却高高抬起 被舞者们注视 他们眼中散发着阴狠 的杀气 联盟主 这不关你的事情 云城的治安已经非常好了 谁也没能想到 他们如此丧心病狂 一位普通舞者并不怕事 他大声地对着连人说道 他的实力 亥然已经达到了龙镜 又孤身一人 不怕这些大势力龙镜舞者的报复 有人抬头 又有胆大的舞者到这些人 仗着自己身后有势力 仗着自己实力强 根本不把普通舞者放在眼里 这样做也不是一天两天啊 在其他城池 知道他们身份之后 大多会选择不插手 云城联盟能把他们抓住 并且公然带到这里来 已经很难得了 听到这舞者的话 其他舞者也是身以为然 虽然大多数城池 表面上说不许在城内厮杀 可实际上 很多势力 仗着自己实力强 根本就无视这条规则 我们也习惯了 规则都是他们自己制定的 他们自己违反规则 又有谁能惩罚他们呢 趁着这次机会 舞者们开始大道苦水 把平日里所受的委屈都说了出来 一个城池内 有着顶尖势力 有着大势力 有龙镜强者 有焦镜舞者 但更多的舞者 只有蛇镜 甚至连蛇镜都没有达到 这些顶尖实力 在自己城池内 偷偷摸摸杀几个普通舞者 谁能找到确切证据 就算找到了确切证据 对方不认 也没有丝毫办法 这种偷偷摸摸杀 已经算好的了 甚至有明目张胆 大肆杀戮的 普通舞者若是敢杀人 不 甚至只要伤人 立马就会被以危害城池安全的罪名逮捕 要么罚大量元石 要么就把命留下 丹舞双绝 第2683章 失位素餐 听到普通舞者委屈的话 连人点了点头 高声道可能其他城池内大势力 看不起普通舞者 可能其他城池内 规矩如同虚设 但云城不同 因为云城属于云城联盟 我们云城联盟 以最大的努力 维护着云城的治安 为的是给所有来云城的普通舞者 以得安全的挡弯 所有来云城的舞者 都是云城联盟的客人 台下的舞者们 被连人这番话 说得热血沸腾 不错 来云城他们不用担心自己的安全 不用担心 因为得罪了谁 夜晚的头颅被人摘去 死得不明不白 自从云城联盟建立以来 云城就是整个天龙世界最安全的城池 没有之一 连人继续到 秦盟主是一位普通舞者 可能很多人都知道 秦盟主是从小世界晋升上来的 他很懂普通舞者的不容易 也一直在帮助普通舞者 在云城联盟内 我们对每一个成员 都是一视同仁 同时给他们的报酬 在整个天龙世界 也是数一数二的 我们云城联盟 欢迎有担当有能力的舞者加入 作为天龙世界的第二大势力 我们努力地尽到我们的责任 趁这次机会 连人大肆地宣传 云城联盟 最后话锋一转 指着被绑着的龙镜舞者们 义愤填膺到天龙世界大多数舞者 都是普通舞者 他们为了自己的舞蹈 苦苦追求 有无数舞者成功 有更多的舞者失败 倒在了龙镜之前 但是有一群人 却失味素餐 在普通舞者的帮助下 过着优厚的生活 却瞧不起普通舞者 把普通舞者的生命不当回事 没有普通舞者 你们这些势力 能够轻而易举地 得到大量资源吗 没有普通舞者的支撑 你们城池能够繁华吗 普通舞者或许很不起眼 也没有大的作为 但他们是天龙世界的基石 是所有城池的根基 没有他们 就没有繁华的城池 独魔势力 为什么不敢攻打天龙世界 只能到处数窜 积蓄力量 不是因为这些大势力 而是因为无数的普通舞者 被连人义愤填膺地骂着 被困在台上的 二十位龙镜舞者 脸色铁青 他们不是因为 对自己所犯下的错误后悔 而是在高台上 被人像猪绑着 当着这么多以前 他们看不起的 舞者面被骂 觉得很丢脸 其中青羽狼 一双狼眼睛 扫视着台下 眼中散发着责人而视的凶光 没想到云城联盟如此对待他们 等到他回家族 一定要报仇血恨 要到处宣扬云城联盟的不是 别看现在这些普通舞者 站在云城联盟一边 但这只是在云城内的舞者罢了 天龙世界很大 云城虽然很繁华 可比起整个天龙世界来说 他太小了 到时候 他派遣无数的舞者 到其他城池 宣扬云城联盟所犯下的罪孽 宣扬云城联盟的邪恶 就能让天龙世界大多数舞者 对云城联盟敌视 单舞双绝 第2684章 为什么不敢杀你 很多舞者 只是听说过云城联盟好 但是没有达到根深蒂固的程度 三人成虎 只要他大肆宣扬 经常有不好的言论 流传到他们耳中 就算他们以前对云城联盟印象好 也会对自己产生怀疑 至于云城联盟没有犯下大的过错 那没有关系 不是可以编造吗 把独魔势力的一些罪名 按在云城联盟身上就行 甚至可以诽谤 云城联盟 其实和独魔势力勾结 一直所做的事情 只是云城联盟自我标榜而已 清语郎相信 只要他开始诽谤云城联盟 很多觉得云城联盟有威胁 把云城联盟当成敌对的势力 也会配合他 首先是那五座城池 同样被抓的那些势力 除此之外 还有很多与云城联盟 有利益冲突的势力 还有独魔势力 独魔势力 现在虽然隐藏了 但是当他们发现 有机可乘的时候 绝对不介意插手 独魔势力 可是对云城联盟恨之入骨 绝对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等到台下安静下来 连人叹息了一口气 说到为了告慰死去舞者们的英灵 我们云城联盟决定 公开处决他们 并且把本来要补偿 他们的龙镜完美丹药 全部收回 分发下去给普通舞者 死去的舞者 大多都是有资格得到 十万颗完美龙镜丹药的人 他们虽然死了 但还有后代 还有亲戚 当然也能得到一份他们应得的 话音刚落 无数舞者欢呼起来 除了因为兴奋 云城联盟会把完美龙极丹药 分给自己外 更加兴奋的是 云城联盟 居然为普通舞者讨回公道 要公然杀了这些龙镜舞者 若是云城联盟真的把他们杀了 那么就是 再为普通舞者证明 以后普通舞者也能抬起头来 以龙镜强者的性命 抵普通舞者的性命 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情 而且 云城联盟还打算把十万颗龙极丹药 全部分给普通舞者 对于那五座城池的大势力来说 这十万颗龙极丹药分给他们 能够让他们的实力上升一个档次 而对于把这些丹药 分给普通舞者 更是想都不敢想的巨款 在普通舞者欢呼雀跃时 青羽郎却是愤慨不已 他面容争鸣 大声质问道 连人 你敢杀我吗 为了几条见面 你敢杀我吗 我可是倾家家族 是森赖城的顶尖势力之一 是来云城为自己家族讨个公道的 你居然敢杀我 听到青羽郎的质问 连人转过脸去 一字一顿道为什么不敢杀你 你敢在云城联盟内 公然破坏规则 杀害我们云城的客人 我凭什么不能杀你 你的命是命 难道普通舞者的性命 就不是命吗 我要杀了你 为昨天死去的人报仇 你不死他们不能瞑目 哈哈 听到连人拿那些 蛇镜舞者的性命 和自己性命相比 青羽郎大笑起来 蛇镜舞者的性命 也能和我相比 我这一辈子 不知道杀了多少蛇镜舞者 哪一个龙镜强者手中 不是沾满了蛇镜 以及蛇镜舞者之下的鲜血 丹舞双绝 第2685章 服软 不 你错了 你是人 蛇镜舞者也是人 杀人偿命 一命抵一命 哪怕你有十条性命 也不够抵 连人摇了摇头 不再和青羽郎讲理 他转过头 对着下面的舞者大声道 我希望杀了这些人 能让无数自以为是高贵的人 认清楚自己的身份 随意杀人者 人横杀之 见到连人不理自己 铁了心想要公然处决自己 青羽郎 以及其他被捆着的龙镜舞者 都慌了 连人敢公开宣布 以云城联盟的强大 肯定就敢杀了他们 本来以为被抓住 了不起丢了完美龙极丹药的份额 甚至要赔偿一些原始的青羽郎 顿时慌了神 他大吼道 连人 你这是在与整个天龙世界为敌 你若是 为了这些普通舞者 公然杀了我们 那么 整个天龙世界所有的势力 都会与云城联盟为敌 我倾家只是这些势力的一员 和我们倾家一样的势力 千千万万 难道你想把这些势力都灭了 你这么想为普通舞者 讨回一个公道 你敢与千千万万的势力 为敌吗 你杀了我们 就是 在与整个天龙世界为敌 听到青羽郎的话 连人沉默了 台下的舞者 也沉默了 不错 杀一位龙镜舞者 杀二十位龙镜舞者 并没有什么 在幻须秘境中 死了不知道多少龙镜舞者 但是 这与公然杀这些龙镜舞者的情况 完全不同 今天连人敢把他们杀了 敢对着他们举起屠刀 那么其他势力 就会使云城联盟为敌人 云城联盟敢对这些势力动手 那么肯定敢对其他势力动手 只要这么做 那么其他势力 就会使云城联盟为眼中钉 见到连人犹豫 青羽郎猖狂大笑 你不敢 不管是与独魔势力对战 还是发展云城联盟 都需要我们这些势力的帮助 没有我们 你们云城联盟 怎么可能是有独魔势力的对手 云城联盟虽然实力强大 可与独魔势力比起来 差了最少十倍 连独魔势力都不敢与天龙世界的所有势力为敌 云城联盟如果敢 立马就会死无葬身之地 普通舞者 确实是天龙世界的基础 但是也仅仅只是基础而已 若是独魔势力来袭 普通舞者连做炮灰的资格都没有 还是要依靠龙镜强者来 抵御他们 云城联盟如果敢对他们出手 就是与整个天龙世界的大势力为敌 云城联盟杀他们的理由是什么 是为了普通舞者讨一个公道 这个公道 若是让他讨到了 那其他势力 是不是要改变对普通舞者的态度 青羽狼是势力的一员 太清楚这些势力了 他们就是靠剥削普通舞者 才能发家致富 才能享受优厚的生活 云城联盟现在杀他们 就是在断了所有势力的根基 连人 你今天把我们放了 那么我们就当作什么都没有发生 若是你敢继续把我们捆着 事后你绝对后悔 至于那十万颗完美丹药 秦明既然说了是赔偿给我们的 你老老实实办就行了 何必多惹这么多是非呢 见到连人还继续沉默着 青羽狼话便软了许多 丹武双绝 第2686章 该杀 青羽狼这是怕连人想不开 真的把他们都杀了 他刚刚说的都是真的 只要连人敢杀他们 整个云城联盟 自然会被所有势力敌对 因为云城联盟 站在普通舞者一边 和其他势力不是一条心 也许云城联盟今天把他杀了 很快就会被报复 很快就能尝到苦果 但自己都死了 云城联盟哪怕再惨 他也看不到了 什么都没有自己的性命重要 还是先让连人把他放了 连盟主 我们知道你的一片苦心 但为了我们与整个天龙世界的势力敌对 云城联盟完全没有这个必要 有一个身材魁梧的舞者 脸上带着悲痛 对着连人说道 他的一位至交好运 在昨天晚上被这些人杀了 那位至交好友没有亲人 只有他这么一个朋友 他是能够代替他 领取连人给的补偿的 但是他真心不希望 为了这点补偿 让整个云城联盟陷入危险 我们命见 这么多年本来这样过的 云城联盟已经做得很好了 为了我们不值得 有舞者心疼左右为难的云城联盟 苦口婆心地劝说道 唉 就算把这些人杀了 也不会有改变 那些势力 还是不会把我们当人看 一位舞者 看着台上的二十龙镜强者 眼中散发着恨意 但嘴中却是劝着连人 把他们都放了 无数的舞者 劝说着连人 他们是不想 把这些人杀了吗 当然不是 这些人把普通舞者的命不当 回事 只要有一点自尊的舞者 都恨不得生吃了他们 但是云城联盟和普通舞者 非亲非故 却在保护他们 若是云城联盟 得罪了天龙世界的所有势力 哪怕现在云城联盟实力强大 也很危险 云城联盟为他们着想 他们当然会为云城联盟着想 所以为了云城联盟的未来 他们希望云城联盟 能把这件事情放一放 看着一位为关心 云城联盟的普通舞者 连人看着看着 眼中流下了眼泪 哈哈 连人大笑 笑声中充满了悲伤与怜悯 他转过头 指着亲语郎大声道 你说得很对 秦盟主 却是让我把这些完美龙极丹药 分给你们 但有一点你猜错了 这不是秦盟主的本意 他的本意 是把这些完美龙极丹药 作为赔偿分出去 既然我们云城联盟 有愧与那些被打搅的普通舞者 自然要赔礼道歉 你记住 云城联盟对所有人一视同仁 你是一位龙镜强者 但是哪怕是一位不会舞的普通人 他的生命都和你对等 秦盟主若是在这里 一定会支持我这么做 听到连人慷慨激昂的话 秦语郎慌了 连人似乎不打算放过自己 现在他在连人手中 在云城中 若是连人铁了心杀他 他必死无疑 你这是在现云城联盟于危险中 你这是在与整个天龙世界为敌 现在独魔势力随时都可能卷土重来 我们应该团结一致才对 和毕斗的你死我活 让独魔势力减便宜 清语郎话语中带着哀求 与刚才声色那脸完全不同 单舞双绝 第2687章 团结 连人摇了摇头到我也知道团结一致 云城联盟的所有高层 所有舞者都知道 我们云城联盟从来不主动惹事 就算不小心惹事了 也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交代 你们为了独吞这十万颗完美龙极丹药 把屠刀对准了普通舞者 对准了天龙世界的有生力量 你这是为了团结吗 你打着团结的幌子 却为自己谋取利益 云城联盟若是顾忌着 顾忌那 只能让你们任意拿捏 不管你说什么 我们云城联盟的所有副盟主同时决定 你们敢杀普通舞者 就应该一命抵一命 既是为了维护云城联盟的规矩尊严 又是为了维护普通舞者的生命 连人 你真要这样做 真的要为了普通舞者 与整个天龙世界为敌 青羽郎双目圆瞪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最终居然是这么一个结果 若是早知道如此 他说什么 也不会杀那些普通舞者 没有想到云城联盟这么硬气 云城联盟一直表现得唯唯诺诺 原来不是没有血性 而是他们把所有来云城的人 当成了客人 他现在后悔 什么完美龙极丹药 他不想要了 什么报仇 他也不想了 只想能够平平安安地 回到森赖城 哪怕丢脸一点 屁滚尿流地回去 也比被家人抬着尸体 回去要好 台下的舞者 也想劝说连人 为了杀这二十个龙镜强者 把整个云城联盟抬进去 真的不值得 连人阻止了普通舞者的劝说 他笑道 云城联盟并不耸 毒 魔势力强大吗 他们是能颠覆整个天龙世界的存在 比天龙世界任何一个势力 都要强大得多 但是我们云城联盟敢和他为敌 并不是我们吃多了 也不是我们与毒魔势力有利益纠葛 而是为了整个天龙世界 既然我们能够 为了整个天龙世界 与强大的毒魔势力为敌 为什么我们 不敢为了天龙世界的普通舞者 与整个天龙世界的势力为敌 天龙世界是他们的吗 不是 在我看来 天龙世界应该属于你们 应该属于生活在天龙世界的每一个舞者 这一点上 没有高低贵贱 其他副宗主连连点头 认同了连人的话 普通舞者听的星池神网 原来这才是云城联盟的宗旨 是啊 以秦明的炼丹实力 他早已经是整个天龙世界最富有的人了 根本没有什么利益 能让他动心 但秦明却是深入幻虚秘境 与毒魔势力为敌 还差一点死在里面了 为了什么 还不是为了守卫整个天龙世界 连人继续到你们不用担心 云城联盟 我们云城联盟就从来没有怕过 再一个并不是所有的势力 都是自私自利的 就如同猎魔者协会 他们就是为了天龙世界无偿付出 若不是他们 谁能抵御毒魔势力 是他们这些失为素参的势力吗 毒魔势力攻来了 估计他们跑得最快 丹舞双绝 第2688章 不详领 连人的一番话 让在场的舞者热血沸腾 原来这就是云城联盟 原来天龙世界中 还有无数势力在为他们着想 在为了天龙世界付出 他们并不孤单 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好了 这件事情就这样决定了 明天中午 我们云城联盟 就在此处公开处决这20位龙镜舞者 连人挥了挥手 旁边一直站着的云城联盟龙镜舞者 把这20位龙镜舞者带下去 连人你不得好死 连人 你会死 你的家人也会为你陪葬 云城联盟敢杀我们 一定会因此覆灭 一位位龙镜舞者 被带下去时 很不甘心 拼命地挣扎 可惜绳子捆得很紧 哪怕再用力 也无法挣脱 就算我会死 也是你们先死 连人不屑道 又想了想说到他们虽然罪该万死 但毕竟实力达到了龙镜 应该受到应有的尊敬 莫要折磨他们 他知道 在云城联盟中 有很多龙镜强者 是普通舞者出生 这些势力 对普通舞者的性命 如此不在乎 有疯狂地咒骂云城联盟 如果不嘱咐一句 可能明天还没到 就被折磨得不成人样 等到这20位龙镜舞者离开之后 这里终于清静了 连人看向台下的舞者 笑到昨天我就说过 今天要分发这十万颗完美龙镜丹药 云城联盟雷厉风行 绝对不会拖拖拉拉 该今天做的事情 哪怕出现了意外 只要能够完成 就今天完成 请所有有资格领取补偿的舞者 上台来领取补偿 连人说话 舞者们你看看你 我看看我 都没有动 有资格领取的舞者 昨天晚上 大部分都被那些势力的龙镜舞者暗杀了 虽然连人说过 死去的舞者 有亲人的亲人带领 若是没有亲人 那么朋友领也行 但真的让朋友来领 有怎么证明 对方真的是朋友呢 而且 这十万颗完美龙极丹药 价值太高太高 他们拿了心里慌 若是一百 甚至一千完美龙极丹药 分了也就分了 但十万颗完美龙极丹药 分给他们 甚至能把他们所有有资格领取的人 用资源硬生生的堆成交境巅峰 若是有天赋的话 就算突破交境 达到龙镜 也是轻而易举 云城联盟盯着天龙世界所有势力的压力 给他们分完美龙极丹药 就这么领了 合适吗 若是说云城联盟犯了很大一个错误 所以才花费大量的完美龙极丹药补偿 这也说得过去 但实际上 云城联盟虽然占领了五座城池 可对普通舞者秋毫无犯 只是因为他们胆子小 被吓的 难道真的裤子尿湿了 也要大量的完美龙极丹药补偿 而且还是代言 自己朋友裤子尿湿了 所以自己替朋友得到了大量的好处 得到了大量的完美龙极丹药 这如何说得过去 若他们现在真的上台领了这些完美龙极丹药 岂不是就和那些势力一样的贪婪 云城联盟为他们着想 为了他们与天龙世界的所有势力敌对 他们不想大战云城联盟的好处 单舞双绝 第2689章 嫌多了 看着下面的舞者们 似乎不太想领取这十万颗完美龙极丹药 连人纳闷到难道这些丹药不够珍贵吗 还是这些丹药 不足以补偿你们的损失 并不是这样 这些丹药 我们很想要 他们非常珍贵 台下一位老者 颤颤巍巍道 既然是这样 那么为什么没人上台 连人更加纳闷了 他指着台下的 一位交进舞者道 我记得你 你昨天说云城联盟的舞者 进攻森赖城 惊扰到了你 本来你是 打算出城猎杀元兽的 却因为云城联盟的原因 最终待在了城池内 你上来 上来领取丹药 秦盟主的补偿 有你一份 这是你该得的 文言 那位舞者脸色通红 连忙摇头不了 我只是受到了一些惊吓而已 睡了一觉就好了 用不着用完美龙极丹药补偿 这些补偿 若是真的全部发下来 那么他得到的完美龙极丹药 可能不是一颗两颗 而是成百上千颗 就是受了一下惊吓 就领取成百上千的完美龙极丹药 怎么也说不过去 只有那些势力 才不会嫌弃云城联盟给的丹药多 这么多人在这里看着 他实在没脸上去 领取补偿 太多了 这十万颗完美龙极丹药 实在是太多了 除了这位舞者之外 台下 还有其他舞者高声的喊道 太多了 连人纳闷地摸了摸头 不是补偿越多越好吗 越多才能显示 我们云城联盟道歉的诚意 你们应该都听说过 我们秦盟主可能非常大方 这就是我们秦盟 主的做事风格 这实在太多了 我们拿着心中有愧 一个舞者突然高声到云城联盟 为了天龙世界抵御独魔势力 为了普通舞者 不惜与整个天龙世界的势力作对 我们只是 受了一点惊吓而已 你给我们道歉 就已经足够了 再领取补偿 实在说不过去 而且领取的补偿 如此珍贵 若是我们拿了 下半生都会睡不着觉 听到舞者夸张的话 无数人笑出了声 普通舞者不上台 来领取完美龙极丹药 而那些所属五大城池的势力舞者们 心中恨不得骂娘 把他们的家主 他们势力的最强者 为了独吞这些完美龙极丹药 不惜亲自出手 暗杀一些低阶舞者 却没有想到 他们是之为生命的完美龙极丹药 这些不知好歹的普通舞者 居然嫌弃太多了 你们嫌弃太多了 全部给我们啊 是不是龙极的品级太高 你们的实力太低 用不着这么好的丹药 没关系 拿来替你们换也行啊 这些势力的舞者们 很想上去代替这些普通舞者 把丹药领了 但他们知道 只要他们上去 就会被愤怒的舞者们 群起而攻 这些普通舞者 之所以能够平平静静地在这里 而不是 被他们发起攻击 完全是因为他们有龙镜强者坐镇 所以普通舞者才不敢动手 若是他们敢冲上去 云城联盟肯定不会不管 云城联盟把他们的龙镜强者挡下来 这些愤怒的普通舞者 就能把他们淹没了 丹舞双绝 第2690章 全部分 他们刚刚暗杀了不少普通舞者 这时候 就算不声不响地待在这里 都嫌碍眼 更不用说上台领取完美龙极丹药了 而且连人也说了 这些补偿的完美龙极丹药 没他们的份了 台上 连人见半天没舞者上台领取丹药 和其他副宗主探讨了一番 最终宣布到 既然你们嫌完美龙极丹药太多 那么我们 就少发一点点你们 但你们也知道 在秦明离开的时候 可是明确说过 这些完美龙极丹药 要全部分发下去 我不可能违背秦明的命令 所以这些丹药 还是要全部发下去 听到连人的话 普通舞者都面面相去 终于是见识到了秦盟主的大方 以前一直听说 秦明又多么大方 在实力不强 能力不高的时候 百亿元时说分就分 炼丹能力强大了之后 更是把珍贵的龙极完美丹药 不当回事 秦盟主这般的人物 确实是说出去的话 泼出去的水 是不会收回来的 既然这些丹药要分下去 再收回来 确实不符合秦明的性格 连人继续到 所以我们商量 之后决定 这些丹药还是全部发下去 不过既然你们嫌多了 那就少分一点 那五座城池的普通舞者 只要长期居住在城池内的舞者 都能够得到云城联盟的补偿 听到连人的决定 在场所有的舞者 都愣了一下 这 这是在免费的发放丹药 这解决方法 不是就是在送他们丹 要吗 不过这确实是唯一的解决办法 本来以前只有少部分有资格 得到这些完美龙极丹药 所以领取的完美龙极丹药 必然很多 而现在把这些丹药 全部分给了五个城池的 长期居住的舞者 那么他们分得的丹药 必然会少很多 不 应该说 每个舞者 已经不能得到一颗完整的 完美龙极丹药了 可能每个舞者 就能得到一颗焦极丹药 而且 焦极丹药 还不是完美品质 只有这样 才足够分发 不过 这五座城池的舞者 很多实力都只是蛇镜 甚至蛇镜都不到 一颗焦极丹药 对于他们来说 是一笔不可想象的巨款 这让他们的舞蹈之路 能够走得顺畅很多 听到连人最终的分配方案 所有所属五座城池 势力的舞者 都死心了 看来这批完美龙极丹药 彻底与他们无缘 真是浪费 把这些完美龙极丹药 分给五座城池的 所有普通舞者 他们能得到什么 哎 本来这么大一笔完美丹药 可以收买很多势力的心 若是不这样分 而是痛痛快快地给我们 说不定我们这些势力 会与云城联盟的关系好些 可惜了 现在云城联盟 已然和天龙世界的所有势力对立 但要发下去了 却没能收获天龙世界大大小小势力的友谊 不但损失了财 还无端添了祸 若是我是云城联盟的高层 肯定不会如此做 看来云城联盟的高层 脑子不太好使 不少势力的舞者 都摆了摆头 有些看不懂 为什么云城联盟要如此做 丹武双绝 第2691章 去其他城池兑换 不但是这些势力的舞者看不懂 很多有智慧的舞者 也看不懂云城联盟的做法 所有人 做所有事情 都是带着目的 那么这一次云城联盟 把所有的龙脊完美担要 分给那五座城池的普通舞者 带着什么目的呢 收买那五座城池普通舞者的人心 收买他们的人心 有什么用 他们实力有不强 又是一盘散沙 整个天龙世界 虽然很大 虽然舞者很多 但是天龙世界 其实是被大大小小的势力掌控着的 只有得到这些势力的支持 才能走得更远 这一点是无庸置疑的 得到了普通舞者的支持 有什么用处 难道他们平时消费 会更加倾向于云城联盟 这显然不可能 市场的规律告诉他们 不管他们倾向于谁 舞者最终会买的东西 是最好最便宜的 买卖 不会掺杂勤奋在里面 今天发了单要 这些舞者 或许钦佩云城联盟 但是过一段时间之后 时间会冲淡这种恩惠 云城联盟做这些无用的事情 真是让人看不懂 大多数人疑惑不解 但有的人根本不去这些 而是高兴地欢呼了起来 这里有很多舞者 就是那舞座城池的舞者 但他们在云城联盟侵占那舞座城池时 没有丝毫损失 所以他们是没有资格领取完美龙极丹药的 看着自己同伴 看着自己以前认识的舞者 这一次却有资格领取大笔的完美龙极丹药 而自己却 没有资格 心中多多少少有些不适滋味 而现在 居然不按照原先的方法 发放完美龙极丹药了 而是人人有份 一笔意外之才 如何不让人欣喜 看着下面舞者高兴地沸腾起来 连人微微一笑 说到看来你们很满意这样 既然你们没有意见 那么等明天把那些敢于是普通舞者生命为乌乌的歹徒杀了之后 就立马开始发放丹药 又转过头 对着一旁的副盟主 倒看来我们要把库房的丹药全部拿出来了 另外 还要向云城的丹铺 交换一些普通丹药 云城联盟的库房 自然不可能全部是龙极完美丹药 云城联盟的大部分舞者 并不是服用完美龙极丹药修炼 秦明炼制的丹药 大多数的储存了起来 充实着仓库 云城联盟要发展 就少不了和其他势力打交道 而这些完美丹药谁都喜欢 用来作为礼物 或者筹码和其他势力交易 再合适不过了 舞者们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结果 都高兴不已 而该宣布的事情 也都宣布了 现在天色也不早了 其他事情明天做 舞者们三三两两离开 很多云城联盟的舞者 朝着城外急奔 他们可是宣布 明天要发放大量丹药下去 要把这十万颗龙极丹药 兑换成交集丹药 才能分下去 完美龙极丹药 一直都是天龙世界 其他势力最想要的丹药 不可能兑换不到 其他品质的丹药 平时其他势力 想要求购一些龙极完美丹药 都恨不得求爷爷告奶奶 恨不得跪下来 又怎么不会交换了 丹舞双绝 第2692章 按谋 舞者们见到云城联盟的龙镜强者 很多朝着城外奔去 也猜到了云城联盟的那些舞者 在做什么 他们心中不由期待不已 云城联盟还真是雷厉风行 若是换了其他势力 就算答应要分丹药给他们 也是能拖就拖 绝对不会趁夜出发 去其他城池交换丹药 在最短的时间内 把丹药给他们 云城联盟真是大方的没话说 见识到云城联盟的财力 以及对普通舞者的一视同仁的态度后 很多舞者恨不得现在就加入云城联盟 可惜云城联盟 现在除了很有天赋的交进舞者 以及龙镜强者之外 并不招收舞者了 就算他们想要加入 大部分舞者都没有资格 夜晚降临 一群舞者正偷偷摸摸地 聚集在一个地下密室内 没人跟踪吧 一位身披着黑衣斗篷的舞者 进来地下密室之后 就有舞者严肃地向他询问 这里赫然已经有不少舞者在这里了 那位身披黑衣斗篷的舞者 把斗篷一拖 郑重地摇头道放心 我很谨慎 没有人跟踪我 刘曲别疑神疑鬼 整个云城的舞者 都陷入了狂欢中 大部分的云城联盟龙镜舞者 都有自己的事情做 不会无聊到 随意地跟踪一位 在云城穿着黑衣斗篷的舞者 一位留着长头发的双眼皮舞者 淡淡地说道 嗯 刘曲点了点头 云城联盟的龙镜舞者虽然多 但他们都有自己的任务 这一次为了兑换到足够的交进丹药 有很多龙镜舞者都被派遣去了其他城池 确实不可能 有云城联盟的龙镜舞者会这么无聊 随意地跟踪 我这么谨慎 也是因为昨天夜晚 我们所有出动的龙镜强者 都被抓了 云城联盟的情报能力 强大的超乎想象 我们不能不防 刘曲一脸谨慎 他是青羽郎的徒弟 这一次 大家聚集在一起 是为了商量对策 想要把自己势力的龙镜强者 给救出来 他道 不是对青羽郎有多么的忠诚 而是因为整个青家 就这么一位龙镜强者 而且 作为青羽郎的徒弟 有青羽郎作为靠山 他活得很滋润 若是青羽郎死了 青家 没了龙镜强者坐镇 之前家族得罪的势力 肯定会趁火打劫 如此一来 别说过舒服日子了 连青家都会没了 其他舞者 也都是各个势力的人 他们势力的强者 同样被云城联盟的人抓去了 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 肯定是个意外 估计是云城联盟的人 猜到了我们会去暗杀 所以才故意摆了我们一道 长头发双眼皮的舞者 满脸严肃地说道 刘曲点了点头到张音音 你说得不错 这一点其实并不难猜测 毕竟这种事情 我们没少做 只是没想到 云城联盟的人这么狠 为了不赔偿我们完美龙脊丹药 为了打击我们的名声 玩了这么一出 吃一垫 掌一智 我们对云城联盟 要小心一点 丹舞双绝 第2693章 怎么救 这一次被云城联盟的人 把他们一网打尽 若是说不是云城联盟的阴谋 谁也不会相信 但是他们没有丝毫办法 龙镜强者在云城 去暗杀蛇镜武者 是很不要脸的事情 而且 这破坏了云城的规矩 道理完全不站在他们这一边 所以 云城联盟不把龙脊丹药分给他们 就有了充足的理由 不知道云城联盟在干什么 他们似乎并不打算把那些丹药留下 而是打算分给那些普通武者 刘渠疑惑地摇了摇头 不管这些 我们现在最要紧的是救人 在场的所有人都脸色凝重地点头 参加暗杀的龙镜强者 有一个算一个 要么被抓住了 要么被杀了 被抓住还好点 他们有营救的可能 而昨天晚上 被云城联盟砍死的龙镜武者 那就死得太冤枉了 不但完美龙脊丹药没能得到 还把自己的命送了 很多势力都只有一位龙镜强者 现在龙镜强者死了 他们势力以后的日子肯定不好过 还能不能存活下去 都是一个未知数 那些被杀了龙镜强者的势力 现在不在这里 他们已经以最快的速度 回到自己势力了 至于回去逃命 还是回去抢势力内的财物 就不得而知了 现在在场的所有人 只有一个选择 要么把自己势力的强者就回来 要么现在就回去 显然不就自己势力的强者 就算现在回去 以后也不会有好日子过 没 有龙镜强者在身后撑腰 天龙世界现在这么乱 他们何处才能安身 毕竟都是过惯了好日子的人 可过不惯和普通舞者一样的生活 众人眼神凝重地坐下来 商讨着营救方法 刘曲首先开口说到之前之所以被埋伏 完全是因为云城联盟算准了我们的行动 这与我们贪婪的性格分不开 而这一次却不同 他们绝对想不到 我们现场连龙镜强者都没有 却是敢去营救 再加上云城联盟的很多龙镜舞者 为了兑换足够的丹药 已经外出了 而其他很多龙镜强者又有自己的事情要做 所以 云城联盟虽然龙镜强者很多 但现在空闲的龙镜强者却很少 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 若是错过了 等到那些去兑换丹药的龙镜强者回来 我们就彻底没机会了 到时候就算你们不怕死 硬要营救 也只是白白送命而已 一位满头白发的老者 赞同的点头连人今天在高台上 已经明确地说了 明天就会把丹药分发下去 以云城联盟延出必行的性格 那些龙镜舞者肯定离开了 要发下去的焦镜丹药无数 云城联盟哪怕储存了焦镜丹药 但也肯定不够那些舞者分的 这一点可以肯定 既然说明天分下去 就要把丹药给堆出来 让每个有资格领取的舞者 都能上台领取 必须要有足够的丹药 所以 云城联盟的很多龙镜舞者 必然是出去了 因为只有龙镜强者的速度 才能够赶在明天 把丹药连夜兑换回来 丹五双绝 第2694章 煞血为盟 张英一把手中的长剑拔了出来 在自己掌心一划 血滴落下来 郑重到这一次 必须要把他们救出来 不管前路有多凶性 在所不惜 说着 他把血滴在了一个碗内 不错 家主对我恩重如山 哪怕是舍了这条性命 也要救他 张英一旁边的一位舞者 也是和张英一一样 把手心划了一个口子 滴落在碗内 其他的舞者健壮 也是纷纷地表决心 很快所有舞者 都把血滴进碗内 煞血为盟 一位舞者高喊一声 把酒倒在碗内 又分给了在场的所有人 煞血为盟 不成功变成人 张英一端起酒碗 高呼一声后 一饮而尽 其他舞者 也几乎是同时如此做 幸好这里密闭性很好 否则这一声高呼 就被外面的人听到了 喝完酒之后 众人的气势已然不同 张英一见到这一幕 满意地点头 他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他已经决定 去救了 把自己生死都放在了一边 有些舞者脸色凝重 知道这次救人凶多吉少 有人在打退堂鼓 这样做之后 受到气氛的感染 所有人都下定了决心 下定决心之后 那么再谈论如何去救 就容易了很多 云城联盟肯定不会想到 我们去会去救 我们没有任何一位龙镜强者 这一点云城联盟的人 肯定清楚 这是我们的优势 也是劣势 刘渠分析道 不错 张英一点头我们没有龙镜强者 那么对于云城联盟来说 我们就完全对他们构不成威胁 云城联盟不会把我们当回事 会轻视我们 必然不会全力以赴的防范 若真的全力以赴防范 就不会明天就兑现诺言了 其实舞者们 并不这么急着想要担要 就算拖上一两天也没关系 而云城联盟却没有这么做 很明显 他们已经认为 被他们囚禁的龙镜舞者 不可能被救 众人点头认同张英一的话 有一位舞者却提出反对你说得很对 但我们应该怎样救呢 云城联盟确实轻视我们 但是就算只有一位龙镜强者看守 我们也不可能就出人来 难道你认为 我们这些交近舞者加在一起 是一位龙镜强者的对手 交近舞者 又怎么是龙镜强者的对手呢 再多的交近舞者 也不可能杀得了一位龙镜强者 只要那位强者飞上天空 并且大呼一声 在云城内 无数的舞者就会帮助他 到时候别说救人了 自己都要搭进去 听到舞者的话 张英一自信地一笑 云城联盟肯定会有龙镜舞者看守 不过我们也并非没有依仗 我们早已经看出了 云城联盟的狼子野心 所以在秘密地收集 云城联盟的情报 云城联盟 让所有舞者 能够自由出路云城 因此我们对云城的情报 了如指掌 包括用来关押 各位大人的监狱 情报也是一清二楚 这一点云城联盟肯定没想到 单舞双绝 第2695章 放火 收集云城情报的势力 不止一家 听到张英一的话 其他势力的舞者 也把他们知道 关于云城的情报 全部拿了出去 现在是同舟共计的时候 所以也没计较利益得失 每个人都出谋划策 一点点完成整个计划 一个时辰之后 在场的所有舞者 都没有疑问 张英一点头到现在计划 已经完善 若是顺利 我们一定能把他们救出来 云城联盟太自大了 自从他实力达到天龙世界 第二大势力之后 就目中无人 我们要让他们 瞧瞧我们的厉害 等到我们各自 把各家的龙镜强者救出来 我们就宣扬 云城联盟的邪恶之处 让他们在天龙世界 没有力追之地 其他舞者纷纷叫好 信心十足 夜幕越来越深了 一群黑影 在夜空中闪过 他们低空飞行 和其他舞者 在地上行走完全不同 云城夜晚 在外面行走的舞者很少 偶尔有舞者察觉到 天上的异样 也以为是自己的错觉 毕竟云城联盟强大无比 敢于在云城联盟 公然破坏规则的人 全部被绑着了 明天就会公开被处死 有着20位龙镜强者 作为榜样 谁还敢犯 云城联盟的规矩 他们被关在这里 我的线人回报 里面有两位龙镜强者 在看守 只要能把那两位 龙镜强者引出来 计划就成功了大半 一群人躲在墙角的阴影处 张英义指了指远方 目光中透着自信 刘曲点头到 昨天 晚上 我们闹了一整夜 再加上今天早上开始 云城联盟的所有人 就很忙碌 现在夜深了 还没有休息的 云城联盟舞者很少 队伍中的一位老者 皱了皱眉头到 两位龙镜强者 我们该如何 把他们引开呢 放火 刘曲不假思索道 反正这里是云城 属于云城联盟 而云城联盟 既然选择与我们为敌 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 我的人已经找到 云城联盟的仓库 在仓库内放一把火 我就不相信 他们不着急 张英义补充到 除了在仓库放火之后 其他地方也要放火 让整个云城都乱起来 我们才有机会 刘曲自信地笑道 放心 我们早已经准备好了 今天晚上 就有无数的人 在云城宣扬 云城联盟的阴谋 让整个云城联盟的 舞者都忙不过来 今天就让云城联盟 见识一番我们的手段 几人正说着 天边已然燃起了熊熊大火 大火弥漫 无数的舞者哭喊着 四处奔逃 除了那大火之外 城池到处都有着小火焰 从高空看去 可以看见整个云城乱作一团 到处都是滚滚浓烟 好 见到无边的大火 他们兴奋不已 这么大的火焰 云城联盟肯定损失惨重 除此之外 云城联盟的舞者 肯定以最快的速度去救火 火可不能等 没单个一会 那么火焰蔓延的也就越快 越早就 那么损失也就越小 若是放任不管 整个云城都能烧了 丹武双绝 第2696章 流言飞语 果然 这间大火起来的瞬间 天空中无数舞者飞翔 是云城联盟的舞者 他们都朝着大火的方向汇聚 看着天空中一道道人影闪过 张英一等人 把身体缩了缩 心喜道 云城着火 显然是关系整个云城联盟的大事 这种级别的大火 不但会造成经济损失 还会有无数舞者受伤 无数舞者死亡 毕竟很多建筑是木制的 云城中也生活了些实力不高的舞者 发生了这么大的火 对云城联盟都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所以 云城联盟的舞者 才会不顾一切的救火 报仇了 看着慌忙去抢救的众多 从天空中飞过的舞者 刘曲很是解恨道 这只是开始 接下来有云城联盟的人忙活的 我相信他们一时半会 肯定没时间顾着我们 队伍中 一位舞者眼中露出阴狠 冷着声道 随着大火 还有无数舞者在城池内出没 他们加入了灭火的队伍 一边奋力地灭火 一边嘴里念念 有次我就说 云城联盟 不要得罪那些势力为好 这肯定是他们的报复 把他们的龙镜强者放了多好 这还没杀呢 还是杀了 估计有更大的乱子 旁边有舞者帮枪道 是啊 现在独魔势力的实力 正越来越强 云城联盟 还执意要与天龙世界 所有舞者为敌 怎么看都可以 说不定云城联盟 就是想要在天龙世界 掀起内战 好让独魔势力 有机可乘 云城联盟的这番做法 不得不让人怀疑 这时同样在面 火 不明所以的舞者 维护云城联盟道 怎么会呢 云城联盟 这是为了替我们这些 普通舞者讨回一个公道 是为那些在云城内 死去的舞者报仇 文言 那位念念有词的舞者 脸色一板到 为死去的舞者报仇 这不可能 天龙世界每天都有 无数的普通舞者死去 怎么没见云城联盟出手 而且 舞道之路本来就充满纷争 在争夺资源时 有人死这不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吗 再说 就算把那些势力都给灭了 还不是会有新的势力出现 这并不是势力的问题 而是一个规律 几千年灭了无数势力 还有无数势力存活着 有舞者就必然会形成势力 这是不可避免的 听到这番言论 周围的舞者若有所思 是啊 势力是不可能被灭绝的 就算是一群舞者呆在一起 也会因为性格的原因 而分成人一群 就算云城联盟为他们讨回来一个公道 又能如何 他们的日子 还不是没有改变 这种言论在云城内到处传遍 和大伙一样 愈演愈烈 云城联盟的舞者 听到这般言论 顿时不知所措 把那些传播言论的舞者抓起来 可说话是一位人的权利 云城联盟还从来没有规矩 不许其他舞者说话 若是因为对方说 云城联盟的不是 就把他们抓起来 这件事情的性质可就变了 变成云城联盟 因为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 而不让别人说 云城联盟的半点不是 丹武双绝 第2697章 敬牢房 云城联盟的舞者 现在左右为难 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只能先把这件事情放在一边 全力救火 现在已经有舞者被熊熊大火烧死了 越是耽搁下去 死去的舞者越多 云城联盟 如何对这些死去的舞者交代 云城联盟的舞者 不再管流言蜚语 那些舞者见到云城联盟的舞者不管 顿时更加胆大 他们在救火人群中 不时地发表着尖锐的言论 言语中 把自己当成一位普通舞者 否认云城联盟的功绩 给那些势力洗脱 不过似乎知道这里的很多舞者 都心向着云城联盟 为了不被人攻击 他们并不敢太肆无忌惮地 说云城联盟的坏话 就算如此 也已经有很多舞者 对云城联盟产生了怀疑 舞者们之间自发地开始讨论 另一边 随着大火燃起 无数的云城联盟舞者 朝着大火处涌去 而看守那二十位龙镜强者的舞者 也是忍不住飞上天空 去救火了 见到那两位看守牢房的龙镜强者离开 刘曲等人欣喜若狂 刘曲到他们走了 这大火虽然看似很凶 但云城联盟的舞者很多 灭了他们 只是时间问题 我们一定要快 说完 他带头朝着牢房的位置前了过去 其他舞者紧跟其后 他们闭着呼吸 慢慢地接近了牢房 牢房只有几位交进舞者在看守 而且 他们被天边的熊熊大火吸引 正焦急地看着远方 别惊扰到他们 我们只要冲进去 放出我们的龙镜墙 者们 以他们的实力 带我们离开轻而易举 刘曲并不想多事 谨慎起见 他不打算杀那几位 看守的交进舞者 对方已经被大火吸引了注意力 他们前进去 多半不会被发现 而且 就算要杀了他们 也不容易 毕竟他们没有龙镜强者 想要无声无息杀他们不可能 同样是焦劲的实力 他们就算人多一些 但想要把他们全肩可能性不大 而且 就算全肩在此 也会耽搁不少时间 还会引起附近其他舞者的注意 前进去 就算被他们发现 只要以最快的速度 把人都救了 把龙镜强者身上的绳子砍断 之后的事情 交给龙镜强者就行 二十位龙镜强者 在云城如此混乱的情况下 想要离开轻而易举 走 闭住呼吸 亲手亲脚 借着夜色 顺着阴影 几人鱼贯而入 那里空间狭窄 牢房很多 但大多数都没有关押人 见到所有人下来 没被外面的守卫发现 张音逸松了一口气 随即脸色又变得凝重起来 大人们被关押在罪里面 跟进我 我有这里的情报 这是最危险的时刻 我们要打起精神来 成败在此一举 若是成功了 天高任鸟飞 云城联盟的末日就到了 若是失败 失败我们没有任何能活着出去的可能 失败会怎样 并不用多说 在场的人都是明白人 在云城放火 让云城联盟损失惨重 云城联盟的高层 肯定对他们恨之入骨 单舞双绝 第2698章 隐藏的龙镜强者 现在事情已经进展到这一步了 他们不可能放弃 只有谨慎再谨慎 小心再小心 把龙镜强者们都救出来 几人小心地往前方走着 张音逸不时地皱皱眉头 对照着情报 带领着身后的舞者们 正走到一半 所有人脸色都是猛的一变 他们听到身后有脚步声传来 而且对方前进的方向正是此处 走 躲进去先 所有人慌不择路地鱼贯而入 钻入了一个破旧的房间内 这里是地牢 阴暗潮湿 除此之外 很多东西都破旧不堪 云城联盟很富裕 这一点无庸置疑 他们会把大量原石 花费在修炼房屋 修整道路上 但对监狱很吝啬 或者说 所有的势力 只要建了监狱 都对监狱很吝啬 毕竟这里关押着犯人 难道把这里装好了 让犯人过舒服日子不成 只要坚固 不让犯人逃跑就行 犯不着把原石花费在这里 进入房间之后 他们才发现 这里是一个破败不堪的房间 以前似乎放着各式的刑具 现在废弃了 到处都是垃圾 空气中还充斥着恶臭 难怪这里被关起来了 原来里面如此不堪 这些都是大势力内的高层 哪里来过这种地方 顿时被房间中的臭味 熏得直皱眉头 有的舞者忍不住想要呕出来 听着外面越来越近的脚步声 所有人闭住呼吸 动也不敢动 对方一旦发现这里 除非他们以罪 快的速度出手 把对方制服了 否则一旦发生战斗 必然会惊动上面的人 还好 对方似乎知道这个房间内有什么 也似乎没发现他们 匆匆忙忙地走过了房间 大喊道刘大人 外面着火了 您要不要去看看 着火了 一个雄厚的声音在牢房中回荡 他身上的气势 赫然达到了龙镜 他是一位龙镜强者 在破败房间内的舞者们 心脏忍不住地平平直跳 没想到 这里面还隐藏这一位龙镜强者 幸好他们钻进这里了 要不然再继续行走 这不是撞在了龙镜舞者怀中吗 外面火光冲天 而且火势越来越大 说不定会蔓延到此处 我们都很担心 那位舞者担忧道 什么 这么大的火 肯定是人放的 贼胆包天 居然敢在我云城放火 我一定要查出来是谁 到时候把牢房中的所有酷刑 都给他上一遍 让他知道 什么是生不如死 被称呼为刘大人的龙镜强者 很是愤怒地捏着拳头 还等什么 随我一起去灭火 救火要紧 一旦出了人命 传出去 云城的名声会受损 可是这里怎么办 两位大人已经出去了 您再出去 这里岂不是没有龙镜强者看守了 那舞者谨慎地说道 听到那舞者的话 在破败房间内的人 很多是出去把他宰了 那龙镜舞者留在这里 除非绕路 否则不可能进去 而且 绕路也不一定能够绕过去 很有可能 对方蹲守在必经之路上 单舞双绝 第2699章 近在咫尺 只有对方离开 他们才好动手 强行冲过去 就是送死 哼 他们都用困龙绳捆着 除非用利刃切割 否则 哪怕他们有龙镜的实力 也不可能挣脱 难道你担心 有人来劫阅 刘姓龙镜强者 满不在乎的白白手走 救火要紧 要是火蔓延到这里 到时候更不好办 我相信 云城已经被封锁了 那些放火的人 一个也跑不掉 对云城联盟 他很有信心 发生这种事情 云城联盟的高层们 肯定已经猜到 是有人故意放火 说完 他火急火燎的 朝着外面跑去 听到脚步声远去 房间内所有人 都大松了一口气 张音一擦了擦 额头上的汗 没想到情报有纰漏 里面 居然还有一位 龙镜强者蹲守着 幸好他被引出去了 否则我们真不知道 该怎么办 别说这些了 趁对方没反应过来 我们赶紧去把大人们救了 刘渠焦急不已到 云城联盟的人 肯定会反应过来 猜到是他们放火 目的是救人 现在只是因为 情况发生得很突然 再加上到处都有流言蜚语 他们没反应过来而已 其他舞者也很焦急 他们不再犹豫 连忙走出去 继续朝前行 又走了大约一刻钟 这时他们的脸色都变了 他们又听到脚步声了 而且 这脚步声非常快 他的主人 显然不是焦静舞者 而是龙镜强者 这里可是云城的牢房 出现的龙镜强者是谁 不言而喻 怎么办 二 所有人惊慌失措 一旦对方继续前进 肯定能发现他们 众人眼神飞快地看向周围 这里没有任何可以躲避的地方 快点 应该就在前方 我们加快脚步 张英逸这时 也是紧张不已 他飞快地说到 再往前走一点 就是牢房最深处了 大人们一定被关押在那 文言 其他人愣了一下 而后不顾一切地 飞快地往前跑 既然注定要被发现 现在唯一的活路 是抢先一步 把他们的龙镜强者救出来 对方可只有一位龙镜 而这里可是关押着 二十位龙镜强者 只要救出来 他们就能活命 他们不顾一切地往前跑 脚步声没有办法隐藏 在他们发出声音的瞬间 他们身后的云城联盟龙镜强者 显然发现了 这里有外人在 脚步声变得更加仓促了 如同一道道催命的音符 快 再快一点 所有人以最快的速度 终于 他们看到了 那二十位被关押的龙镜强者 他们被绳子捆着 除此之外 还被绑在一根根铁链上 看起来很是狼狈 听到前方有声音响起 那二十位本来憔悴不堪的脸上 重新焕发出了神采 其中 表情变化最大的 是青羽狼 他本来眼神涣散 已经认命了 在听到前方传来的脚步声时 他的心脏频频跳动起来 这些脚步声 如同踩在他心上一般 这里是云城联盟的牢房 如果是云城联盟的舞者过来 必然不会如此仓促 十有八九是救他们的人 丹武双绝 第2700章 功亏一篑 青羽狼眼神重新焕发出希望 他朝着前看去 看到了他的徒弟刘渠 顿时欣喜若狂 刘渠快来就为师 出去之后我重重奖赏你 会把你当成自己亲生儿子培养 不 比我亲生儿子还轻 一定让你突破交境 成为一位龙镜强者 青羽狼大声呼喊着 他一刻都等不及 连人说了 第二天要杀他 而且是在大庭广众下说出的 必然就会动手 他看连人很不顺眼 对方也肯定看他不顺眼 肯定早就想杀他了 本来青羽狼已经失去了生的希望 却没能想到 他平时不多重视的徒弟刘渠 居然能冒着生命危险来救他 这一刻 青羽狼心中很是感动 师父 看到青羽狼 刘渠眼中擒着泪 倒不是他与青羽狼关系有多好 也不是他多么孝顺 而是这样能得到的利益最大 他为什么要拼着性命救青羽狼 自然是因为他不想家族 失去龙镜强者 而他必须要东躲西藏 颠沛流离地过日子 既然已经搭上性命救青羽狼了 他自然希望能得到更多的利益 若是说 为了自己的好日子救青羽狼 对方表面上不会说什么 心中肯定不愿 而现在不同 若是他表现的是一个孝顺的徒弟 和他师父感情很好 很忠心 那么有着救命之恩的情况下 青羽狼还不是死命地培养他 其他舞者也是如此 要不是身后的脚步声越来越近 他们恨不得嚎啕大哭 来表现一场痛快淋漓的感情戏 可惜时间不允许 他们也不能发挥了 只能把身上的兵器抽出来 以最快的速度 朝着自家的龙镜强者冲去 好胆 这时 一道雄厚的声音 从他们身后传来 除此之外 还有一道进风 不好 那位龙镜强者 已经开始攻击了 这么长的距离 对方的攻击 又是笼罩所有人 应该不至于一掌 把自己拍死吧 他们这样想着 手上不慢 朝着困龙绳砍去 而最前方 刘曲跑得最快 他的兵器在青羽狼激动的眼神中 已经砍在捆着他的绳子上了 哼 爆炸声响起 无数的焦镜武者 四分五裂 这一道攻击 蕴含着可怕至极的道 在这狭窄的空间内 所有的焦镜武者 都没有办法躲避 也没有办法承受 随着木屑飞舞 焦镜武者全部死亡 完了 一位位被捆着的龙镜强者 见到自家的焦镜武者都死了 顿时脸上露出了绝望 刚刚发起攻击的云城联盟龙镜武者 实力可不是龙镜初期 而是龙镜巅峰 以龙镜巅峰的实力 全力攻击 哪怕是分散 也不是这些焦镜武者能够承受的 他们的五道境界都达到了龙镜 被分散的道袭击在他们身上 只是让他们受了些轻伤 伤倒是没什么 可他们的希望没了 本来众人已经绝望 却又让他们突然看到希望 看到希望的瞬间 又把希望从他们面前生生地抹去 这大悲大喜间 他们心脏都有些受不了 恨不得吐血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